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台上是来自西班牙街头艺术的 Gale Gale This one 好 来 Yes Gale Amigo 要不要喊一下 Amigo 好来自西班牙 这次的展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各国各地的朋友来台湾参展 十分的感动 我真的十分的感动 光是机票这件事情就很打退堂鼓 他们还愿意来台湾做这么多活动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然后Gale 跟台北设计团队 商务艺术的创办人文文 Gale跟他的哥哥共组了一个团队 然后获得无数的奖项 其中包含了2017的布尔哥斯市创艺奖 以及第六届布尔哥斯市奖 也曾在布尔哥当代的艺术工程 大教堂 还有人类进化博物馆 还有国际的 中国台湾 拉脱维亚 韩国 英国 希腊 美国等国家 都有他的艺术品在做展示 那文文在组成这个山木艺术之前呢 之前是住在澳洲 当街头艺人 回到台湾之后呢 才成立了山木艺术 他们是由一群不甘于平凡的艺术设计者组成 那土文呢 相信艺术能够治愈人心 那他们是以艺术服务人心设计满足需求 这两大主轴来服务社会以及客群 这个工作室呢 落在台北市华山文创园区 华山文创园区 在就在旁边而已 就在旁边而已 商业美术与政府机关单位 也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合作 经常跟社会企业跟教育单位 公家机关进行合作 每年会进行50场的专案委托 包含了台北动物院 台北市卫工处 水利处 宜兰县政府 桃园市政府 自然科学博物馆 哇 在我学校旁边 海洋科技博物馆 以及嘉义美术馆等等 十分的厉害 我不确定 身为一个台湾人 怎么有办法在一个国外 有一个这种成就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国外的朋友 然后竟然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成就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 然后我昨天其实有 看完他们的人体造化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 他昨天的主题是一个束缚主题 那束缚主题他会把一个束缚的样子 然后做出束缚的一个姿势跟姿态去做演出 那他的束缚的画法 不仅深浅分明 然后他的风格感 他的立体度 全部都展现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山木艺术呢 跟我们的甘蕾 他们那个团队 热衷参加各种工艺活动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